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红色 这是条千年的凤尾机关蛇 应该一千三百年到一千八百年的修为 年限属性都正合适 千年的凤尾机关蛇可不多见 我们这次运气不错 奥斯卡真的吗 太好了 凤尾机关蛇虽然攻击手段很单一 只会用身体缠绕敌人令其窒息 但是速度奇怪 尤其是他的机关里储存着能让他在遇到危险时瞬间增速逃跑的养分 所以算是比较难捕捉的一种浑兽 那我们怎么捕捉 蛇类怕飞禽 胖子武魂是凤凰 应该能起到一定压制作用 凤尾机关蛇攻击性不高 我们唯一要注意的是防止它逃跑 好 你了解这种浑兽 这场战斗你来指挥 是 是 老师 准备战斗 胖子 来了 好快 小心 你没事吧 嗯 嗯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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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子 吃完 你腿 吃完就从了我吧 快撑不住了 收 胖子 神仙带你 快撑不住 赵老师 想跑 有那么容易吗 出力挤啊 尽未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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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未追逐 尽未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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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魂纪和第五魂纪同时发动 这才是赵老师真正的实力 对战那天赵老师留守了 奥斯卡 过来 来了 一定要练杀魂兽吗 能不能不要杀它 弱肉强食 本就是生存的法则 如果这条蛇比我们更加强大 你觉得它会放过到嘴边的食物吗 夜长梦多 动手吧 从它肉关下面这点刺下去 魂环就是你的了 住手 住手 嗯 老身 潮天香 潮天香 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 哼 六个魂环 看来对面是个六十几级的魂底 和赵老师起个魂环的魂胜级别相比 实力上有一定差距 魂环律动 身体却没有发生变化 可见他们的武魂就是手中的拐杖 有什么事吗 赵老师对这位婆婆的态度 您好尊敬的魂圣 您不能把这条凤尾机关蛇给这个孩子 为什么 因为这条蛇是我们先发现的 你们先发现的 怎么这门是你们先发现的 我们发现它的时候 可没看到你们的踪影 小伙子 不用着急 你们看一下蛇腹部 那里有三道被我的拐杖击中的伤痕 我这孙女刚刚到三十几 很需要这个魂环 是他 可是盖世龙蛇的蛇婆前辈 阁下认识老神 前辈圣明 当然知道 盖世龙蛇 谁啊 为什么 带老大 这老太婆谁啊 怎么咱们赵老师对她这么客气 龙宫梦属 蛇婆朝天乡 魂尸界有名的夫妻 传闻夫妻二人形影不离 心意小偷 琐使五魂融合计威力极大 或许已不弱于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这么厉害 那小偶的魂环不是要飞了 那还不一定 龙宫不在 一个蛇婆 还不是赵老师的对手 蛇婆在这儿 龙宫极有可能也在附近 死老太婆一直警惕着 若是贸然出手让她跑了 一旦龙宫追了 小家伙们就要命丧在此 不能再让这老太婆拖延时间了 在下赵无极 原来是 闻名魂尸界的不动名王赵无极呀 难怪 我说怎么随便就遇到这么年轻的 轻的魂生呢 不敢当 恶名而已 前辈刚才说你的孙女很需要这个魂环 按理说 在下是晚辈 本应礼仗 但是 但是什么呀 这蛇可是我们先发现的 如果不是我们将它打烧 你们能抓得到吗 赶快把它还给我们 否则我们不客气了 否则我们不客气了 这么说 你是不打算将这条凤尾机关蛇 还给我们匹分了 您这话说的就不妥了 这星斗森林里的魂兽都是无主之物 何来还这一说法 或许这蛇是你们先发现 但抓到它的是我们 您说它适合您的孙女 但它同样也适合我的学生 哦 你是说这些孩子有人也三十级了 奥斯卡 在 告诉前辈你魂力多少级了 前辈 全身魂力三十级了 这孩子应该比依然小个两三岁嘛 魂力竟然已经三十级了 前辈 如果没什么事 我们就先走了 走 既然如此 那就按魂师界规矩来吧 魂师界规矩 还请前辈名言 让你那弟子 和我孙女切磋一半 啊 输者让出魂魂 啊 恐怕是不行 什么 赵无极 我已经让步了 你还想怎么样 欺负我家老头子不在吗 当然不是 只是我这学生 是一名十五系魂师 什么 什么 实物系 我竟然是一名 实物系魂师 小伙子 不知你出身哪家宗门哪 我没有宗门 没有宗门 又如此年轻 如果能把他挖过来 辅助依然 岂不是完美 小伙子 你 赵老师 我带小鸥出手吧 再耗下去 万一龙宫出现 我二十九级 不算占便宜 前辈 这样可否 可以吗 前辈 好 孟毅然 武魂蛇杖 三十级二环战魂大师 唐三 武魂蓝银草 二十九级二环战魂大师 请 蓝银草 不过是个废武魂 第一魂战魂 第一魂战魂 缠绕 独刺麻痹 这场比赛到此为止 怎么回事 麻痹毒素没有奏效 第一魂战魂 蛇刃 难怪他也能毒 哎 哦啊啊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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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嗨 嗨 速战速决吧 臭小子 我这蛇杖上都是剧毒 你找死 可惜你的毒对我也没用 你这家伙 要拼魂力 封培 他们要比拼魂力 你能有多少魂力与我比拼 周老师 这小子没问题吧 三儿挺厉害的 他魂力比我高 但玄天宫乃是上阵道门那家心法 生生不绝 绵绵若存 拖下去 他不是我的对手 怎么还不赢 心急了 小三长都上风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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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夫 我不能说 你 那么 竟如此坚持 好 那就看谁先倒下 你 你 你 算 算 算我们输了 你我一同出手如何 好 准备 撒手 好 朝大姐 您怎么说 愿赌服输 凤尾机关蛇 是你们的了 臭小子还不快点 奶奶 是我们输了 等找到你爷爷再说 今日之事老身记下了 不动明王 我们后会有期 好 紧接四周 等他们俩醒来 立刻离开 奥斯卡 你醒了 小王 你醒了 小王 你醒了 快快快 让我们看看你的新魂环 带了什么劲呢 胖子 远点远点 你离太近了 臭小子 快说你的新魂纪是什么 算了 回去再说吧 怎么了 难道还怕我们笑话你不成 臭小子 快说吧 别买关子了 我们不会笑话你的 那 那说好了 不许笑我 不笑不笑 快点吧 来来来来 你们退到一边去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 相若非非 活故城 来来来来 不是 不是说好了不像的嘛 小哈 你的咒语 怎么还真这么奇怪啊 叫你管 一会儿让你看一下 我这第三魂迹 你可别吓到 好 哦 奥斯卡 你这是 这是 飞翔 小心 警惕 私收 小傲 你这个技能牛啊 能飞多久 大概一分钟 什么 一分钟 跟你的香肠一样短 没道理啊 凤尾机关蛇附带的魂环 这么激烈 我还没说完呢 说什么呀 飞翔一分钟 遇到稍微宽点的河流都过不去 嘿嘿 如果以凤尾机关蛇的速度 飞一分钟呢 什么 哎呦 我错呀 小傲 你确定 我确定 或许还能飞得更快也不一定 这 太牛了吧 很好 总算没有白费精力 小傲 以你现在的魂力 可以制造出多少根这样的蘑菇茶 嗯 一次 最多应该不会超过十根 十根也不错了 以后魂力提升 会增加的 好了 都准备一下 小三一醒 咱们立刻回去 赵老师 嗯 我们可能还不能回学院 啊 小三 你醒啦 你醒啦 啊 小三 你醒啦 小三 醒了 小三 醒了 你说不能回血月是什么意思 这新豆森林可不是闹着玩的 既然小傲已经得到魂还 我们必须尽快返回 否则不管你们谁出了问题 我都没法交代 可是 我也需要一个魂还 没什么可是的 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那个 我刚才也突破到三十级了 小三 你到三十级了 三十级了 赵老师 您看我们可以留下来 为我寻找一只合适的魂兽吗 当然可以 小三 恭喜你成为史莱克最年轻的魂尊 小三 你这是咱们史莱克怪物中的怪物 小傲 掐我一下 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恭喜你 恭喜你 哥 恭喜你 不过 我会尽快追上你的 好了 天快黑了 收拾一下 准备出发替小三找魂兽 不要放松警惕 新豆森林的危险远不止于此 是 赵老师 哥 好好 63 ney 16 公兵 那 葱 兵 十 varios 哥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错觉吗 今天晚上先休养调整 明天再继续帮小三寻找昏环 小三 你是不是着急了 寻找昏兽本就是碰运气 赵老师 您放心 我有耐心的 以前就算是在新斗大森林外围 也有很多千年级别的昏兽 现在 也不知道是都跑到森林深处了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不论什么原因 都是我们人为造成的 昏兽虽然凶猛 但我们人类比他们更加凶猛 昏尸滥杀昏兽 纵使昏兽再多 也会减少甚至灭绝 人类修炼一生不过几十年 昏兽修炼短的百年 长的千年万年 我们昏尸数量虽然不多 但每一个昏尸一生 至少也要猎杀五到六只昏兽 除此之外 那些以猎杀昏兽为生 五味滥杀的又有多少 如此 或许有一天昏尸这个职业 将会面临无环可用的境地 你说的是有道理 但那不是你我所能控制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 为必要的修炼而取魂环 避免滥杀 赵老师 准备战斗 赵老师 怎么了 你们做好逃连的准备 无论待会发生什么 不要管我 全力逃跑 你先逃出散林 五百 你保护好大家 知道吗 是 赵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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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小鹅 准备好蘑菇茶 香鹿菲菲蘑菇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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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鹿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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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